和医疗院所诈领健保费 但是追回来的钱却少得可以 而且追查案件的数量还逐年减少 明显的把关不利 监察委员还跟立委一样说了重话 批评健保局如果不能杜绝浪费 涨再多保费都没用 四年前前立委临近新开的医院 诈领将近两亿元的健保费 宣腾一时 之后还不断传出医院 涉嫌用假人头长期诈领健保费 A走的金额各不相同 但一样的是 这些医院都还在继续营运 都是马上换负责人 那负责人因为卫生局他只管人 不管他开业这个地点 所以这个是我们在法律上有一点漏洞 监委调查发现不止违规罚则过清 健保局查处的违规案件 94年还有2000多件 到96年以后 每年就只剩五六百家 编制4000多人的健保局 只有39个人负责查核违规 因此每年收了4000多亿健保费 查到的违规只有2.6亿 事实上我们在移送法办的案件 或者是违规案件的处理上 并没有逐连下降 而且我们的工作还是非常的努力 如果不把健保的漏洞补起来 调涨再多再高的健保费用 还是没有办法弥补健保的亏损 监察院对健保局提出纠正 并要求两个月内必须改善积核工作 毕竟在违规案件层出不穷的情况下 还要从民众的荷包里再多掏钱 实在很难让人心服口服 记者凌晨五郭俊林台北报道